法国2比0乌拉圭挺进四强,19岁姆巴佩因这个动作再次成为场上焦点,在乌拉圭与法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,法国队最终2比0战胜乌拉圭挺进俄罗斯世界杯四强,本场比赛,法国新星姆巴佩,再次被主教练首发派上场,这场比赛他又成了焦点人物,但这次不是因为进球,而是因为对方的一次犯规, 上一场比赛,姆巴佩一人独造三球,淘汰阿根廷一炮走红,这场与乌拉圭的比赛也引起了球迷的关注,在法国队2比0领先的时候,法国队踢得非常放松,而乌拉圭队也因为迟迟找不到进球的办法踢得比较急躁,然而,在下半场法国队一次前场进攻中,姆巴佩拿球后一记插花脚传球给队友, 这一幕也让落后的乌拉圭球员非常不满,乌拉圭球员罗德里格斯在姆巴佩跑动中,顺势用手碰了一下姆巴佩,随后姆巴佩痛苦倒地比赛被迫中断, 此时乌拉圭队长哥盯上来用力试图把姆巴佩拉起来,从表情上看得出,他对姆巴佩的这次倒地非常不满,认为姆巴佩有演戏的成分, 这一下则引起了双方球员的大规模冲突,除了双方的守门员,其余20名球员都被卷入进来, 最终,这次冲突还是被主裁判给平息下来,主裁判给了姆巴佩和乌拉圭球员各一张黄牌,随后,法国队主教练把姆巴佩叫到长边给了他些叮嘱,或许是告诉他,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,姆巴佩最为法国队最受关注的心, 心,在比赛中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,如今的姆巴佩如同巴根廷的梅西,以及葡萄牙的C罗,一旦他在比赛中有特别耍酷的行为,还是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, 然而,本届非赛,内玛尔在四场比赛中,有12分钟的翻滚,也遭到了球迷的各种调侃,赛后,也有球迷表示,姆巴佩千万不要学内玛尔, 乌拉圭队在下半场进行了一些调整,但在缺少卡瓦尼的情况下,乌拉圭队的进攻依然无法给法国队带来太多的威胁, 最终乌拉圭0-2不敌法国队无缘世界杯四强,而接下来姆巴佩还将继续他在世界杯上表演。